圣灵是无形的 也许但它的真实超乎我们的想象 没有它我们就没有力量 它过去是现在是而且永远不变 不认识圣灵就无法真正认识上帝 正是上帝的圣灵在人的里面 让我们了解上帝到底是谁 你准备好开始享受上帝的应许了吗 那么你必须认识到 你永远无法在沉睡中享受这些祝福 你不能以旁观者的姿态来看待上帝的信实 你不能在没有真正认识圣灵 或与圣灵建立真正关系的情况下 继续听到甚至谈论圣灵 并期望享受上帝为你预备的一切 我不在乎你是否在一位真正上帝仆人的带领下 接受了最深刻的属灵教导 我也不在意你是否拥有某间教会会员资格 但除非你自己依靠上帝的应许 将他的话付诸实践 并与圣灵建立真正的关系 否则你永远无法了解这些话语的真实性 你永远不会认识圣灵 除非你感到已经无路可退 你站在问题的边缘 背对着墙壁 你终于意识到上帝是你最后的希望 然后真心诚意地呼求上帝帮助你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你才会迫切地渴望并敢于相信上帝的话 坚定地站在他的应许之上 并认识圣灵的位格 圣灵一直都在 他不是幻觉 他的存在已经得到了证实 大多数时候 我们会选择等到夜深人静 当天上的星星 似乎不再照耀我们的时候 我们才会意识到上帝的存在 在这个时刻 我们很可能会感受到圣灵的温柔 感觉到圣灵强有力的臂膀 将你紧紧抱在他伟大的胸怀中 他总是离你很近 他渴望与你建立真正的关系 他随时准备与你交谈 耶稣离开地球时 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承诺 他在约翰福音16章7节告诉我们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是与你们有意的 我若不去 宝慧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就拆他来 安慰和同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圣灵会安慰我们 但他永远不会同情我们 你是否曾在深深的恐惧 压倒性的悲伤和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中醒来 你是否曾感到世界的重担压在你身上 你是否曾经意识到自己需要祷告 但又真的不知道该祷告什么 圣灵也帮助我们祷告 罗马书8章26节说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心中 都有一个只有上帝才能填补的空洞 我们灵魂深处的痛苦 只有上帝才能治愈 我们可能一直背负着悲伤的重担 而这只有上帝才能背负 上帝想让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次死亡 都获得新生 他希望我们屈服于圣灵的引领 当圣灵对我们说话时 他希望我们能听到他的声音 他要我们承认圣灵的位格 他不仅要我们谈论圣灵 还要我们与圣灵亲密接触 有人说 和平不是没有战争 而是秩序的安宁 秩序是感官对理性的服从 身体对灵魂的服从 理性对信仰的服从 整个人格对圣灵的服从 和平不是自动产生的 相反 它是你自己创造的 是圣灵在你生命中的同在 使你有能力享受主的平安 大多数时候 我们听到了圣灵的声音 但我们不知道 那是圣灵在对我们说话 因为我们与上帝 没有真正的关系 好吧 我不想否认这样一个事实 那就是大多数时候 我们很难解读圣灵的声音 但是尽管这个世界充满了噪音和干扰 你仍然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 甚至比你听到周围人的声音还要响亮 圣灵一直在说话 它会继续说话 甚至现在 它正在对我们说话 我们大多数人的问题是 我们甚至不知道圣灵是谁 圣灵是一个存在 它希望与我们对话 它并不满意于那些 乐于独自思考 并自己解决问题的人 大多数时候 当我们说话时 它总会回应我们 但我们经常选择忽视它的声音 因为我们不确定 是否它在对我们说话 在《哥林多后书》 十一章十三至十四节中 使徒保罗提出了这样的警告 他说 那等人是假使徒 形式诡诈 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 这也不足为怪 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我们必须警惕 以免被魔鬼欺骗 圣灵有时通过经文对我们说话 有时可能是通过一个打断我们的想法 一个印象 一种平安平静的感觉 或通过另一个人的言语或行为 圣灵每次与我们对话时 都会提醒我们上帝的伟大 让我们简要地看看这五个重要的迹象 它们是圣灵对我们说话的确凿证据 第一 定罪 当圣灵与你说话时 你得到的第一个迹象 就是它会定你的罪 你听到的话语 会让你对生命中的每一个所犯的罪定罪 它会帮助你在心中点亮上帝的话语 圣灵是上帝的灵 所以它绝不会引导你做违背上帝话语的事 如果你听到与圣灵不一致的话语时 你要知道那绝对不是圣灵的声音就可以了 圣经可以作为辨别你所听到声音的指南 通过它 我们可以真正知道是谁在对我们说话 当你仔细比较你听到的话语 和圣经中所记载的话语 如果两者吻合 你就可以确定那是圣灵在对你说话 当你听到的话语 会让你因为自己的犯罪而有罪恶感时 那么你就真正听到了上帝的声音 圣灵绝不会鼓励你犯罪 也不会允许你继续犯罪 当你犯罪时 圣灵一定会开始让你知道自己的罪 任何其他鼓励你说 上帝并不真正在意你的罪的声音 都不是圣灵的声音 圣灵会让你知道自己所犯的每一项罪 也会帮助你请求上帝的宽恕 这是一件好事 因为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因此 圣灵会照亮你心中上帝的话语 帮助你认罪 然后 他会引导你向上帝认罪 使你也能得到上帝的宽恕 第二 温柔地引导你顺服 圣灵与你交谈的另一个迹象是 他的声音会温柔地引导你顺服上帝的话 并消除你心中所有的迷惑 上帝的声音温柔而安定 圣灵的声音也是如此 如果翻阅经文 你会发现 上帝对他的仆人说话时 声音都是平静的 不大声 也不强势 当上帝的圣灵对你说话时 请放心 你听到的将是温柔而平静的声音 除此之外的任何声音 都可能不是来自上帝 撒旦也可能假装是上帝的声音对你说话 但当他对你说话时 他的声音会很刺耳 很有力 因为他想强迫你听从他的命令 当魔鬼对你说话时 你永远不会体验到平安 但圣灵的声音是如此平和 以至于你整个人都会平静下来 约翰福音14章27节 他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圣灵就是平安 当他对你说话时 你一定会经历到他的平安 你知道 为什么你在脑海中听到一个声音后 仍然感到困惑吗 事实上 那是因为你听到的 不是上帝的声音 魔鬼是一切迷惑的始作俑者 也是一切谎言之父 所以他的话 一定会让人迷惑 每当你听到任何让你困惑的话时 无论你觉得这样做对不对 都千万不要去做 因为那不是上帝的声音 在对你说话 圣灵的声音是清晰明确的 没有诡诈和心计 哥林多贤书十四章三十三节说 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 乃是叫人安静 第三 当圣灵与你对话时 你的灵会确信 这是上帝的声音 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说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我们 是神的儿女 你会知道这是圣灵的声音 因为上帝会帮助你理解 圣灵与我们同在 会让我们相信自己已经得救 他会帮助我们认识到 我们不再是罪祸魔鬼的奴隶 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 正是圣灵会让你毫无疑问地知道 你是上帝国度的继承人 第四 当圣灵与你交谈时 他的话会帮助你 结出圣灵的果子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五节说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 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这样的是 没有律法禁止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私欲 同定在十字架上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主的灵 会帮助你 结出圣灵的果子 它将保护你 远离罪恶和自我的危险 当你关注上帝的声音时 你就会结出上帝的果子 你的生活 也会变得更加美好 第五 圣灵的声音 会让你对祷告 产生深深的热情 它将使你 能够向他人 讲述上帝的美好 也会让你 愿意参加圣徒的聚会 圣灵会教导你 如何祷告 它的声音 会让你更加热衷于祷告 正是圣灵与我们同在 使我们作为信徒 更加热心 它的灵会 让我们看到祷告 研读圣经 默想主的事情 以及与人分享 好消息的必要性 也会让我们 渴慕信徒的聚会 当圣灵的声音 服侍你时 它会给你的灵魂 带来亮光和医治 因此 你会渴望与经历过 圣灵亮光的人在一起 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说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任何怂恿你 放弃信徒聚会的声音 都是从魔鬼那里来的 因为他违背了上帝的话 西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说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倒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圣灵就是爱 所以它将使我们 能够与人分享上帝的美好 使他们也能享受上帝的祝福 最后上帝不会改变 祂永远信实 祂应许我们圣灵的恩赐 因此圣灵就在我们里面 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事实 我们必须相信 圣灵丰富地居住在我们里面 现在就看我们 是否真的愿意 跟随圣灵的引领了 圣灵是上帝赐给教会的礼物 你就是教会 让我们不要错过圣灵的恩赐 让我们同心祈祷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 你为我们的生命所做的一切 我们赞美你的圣名 我们永远感谢你爱的臂膀 环绕着我们 感谢你对我们的帮助 感谢你善待我们 我们赞美你 因为你是上帝 我们荣耀你的名 我们祈求你怜悯我们的生命 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 向罪恶和恶习说 不 亲爱的上帝 我们为我们的亲人祈祷 我们祈求你用你的爱 保守和保护他们 主啊 请让我们投靠在你的翅膀底下 我们为我们国家的人民祈祷 我们祈求你赐予我们治愈 我们为那些伤心哭泣的人们祈祷 我们祈求你让他们更多地感受到你的存在 使他们能够得到你的安慰 当我们与那些哭泣的人同哭时 请教导我们如何在祈祷中承担他们的重担 请将你治愈的爱赐给我们所有人 让我们从恢复的过程中感受到你的平安 请帮助我们记住 这个世界上唯一坚不可摧的东西 就是你和你的话语 无论任何情况在我们的国家发生 我们祈求你在这一切中保护我们 我们祈求你将我们国家的心转向你 唤醒我们所有人重新认识到 我们需要你的指引和保护 让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 请用你话语的生命来安慰我们的苦难 教导我们如何成为我们国家 乃至世界各国强有力的代导者 帮助我们以极大的理解力持续地祷告 赐给我们启示和洞察力来引导我们的祷告 使我们能更有效地祷告 祈求主帮助全国的信徒一起起来 学习如何有能力地祷告 请帮助我们理解 以耶和华为上帝的国家意味着什么 请让我们对这个国家和世界上无辜人民 所遭遇的许多不幸 内心充满悲痛 我们知道这也让你的心悲痛 因为你知道每个生命的应许和你创造它们的目的 感谢你 主 你并不遥远 你从未抛弃过我们 你与我们同在 关心我们的痛苦 你是良善慈爱的上帝 你为爱你 并寻求你的智慧和理解的人 所做的一切计划 都是平安的计划 请摘下蒙蔽我们的眼罩 帮助我们认识你是谁 帮助我们看到你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你不是罪恶的始作俑者 帮助我们认清 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主啊 我们请求你结束我们国家和世界各地 大规模的破坏和灾难性生命的损失 唤醒你的子民祈祷 帮助我们听到你的护照 教导我们为所有人代导 使我们成为合乎你心意的代导者 主啊 请帮助我们 与我们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一起 在正确的时间 让我们以爱的方式 为那些有疑虑的人提供正确的答案 让人们得到安慰 让你的圣名被高举 得到荣耀 直到永永远远 亲爱的天父 我们求你向我们显明 如何更亲近你 每天赐福我们 让我们摆脱自己的想法和生活方式 将它们换成你的想法 和你所喜悦的生活方式 让我们思考你的想法 憧憬你对我们生命的旨意 亲爱的上帝 保佑我们 在你的爱 怜悯和宽恕中 生活和前行 我们不会为自己的生活 过多忧虑 我们将心靠 你为我们思虑 并照顾我们 我们不会自以为聪明 我们会敬畏你 并远离邪恶 感谢你 父上帝 感谢你的应许 感谢你 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你呼召我们 让我们周围的人 和整个世界都看到 主啊 你的话语 在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清楚告诉我们 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 我的灵方能成事 我们在祷告中 向你祈求的一切 请你也为我们所爱和关心的人 做同样的事 结束邪恶对我们国家的破坏 停止恶人对我们国家的 一切计划和攻击 亲爱的上帝 感谢你赐予我们圣灵 这份珍贵的礼物 感谢你赐予我们帮助和安慰 感谢你派遣宝贵的圣灵 每天引导和指引我们 我们感谢你 因着圣灵的恩赐 我们没有偏离你的道路 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爱 请握住我们的手 指引我们走上你的正道 圣灵 请帮助我们不要让你失望 教导我们如何有所作为 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 天父 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 留心圣灵的声音 帮助我们不被魔鬼 自命不凡的圣音所欺骗 愿我们不要误入歧途 以为自己听到的是圣灵的声音 亲爱的上帝 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 用我们的身心灵 以及与我们有关的一切来爱你 亲爱的上帝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求你按照上帝完美的爱 智慧 旨意 时机 恩典 和永不止息的怜悯 应与我们所有的祷告请求 甚至超出我们的祈求 阿们 如果你从这频道领受到祝福 我们邀请你以赞助的方式 支持这个事工 你可以成为我们的固定赞助者 或以请我们喝咖啡的方式 一次性赞助 通过这事工让你的赞助发挥影响力 我们感谢你的聆听 你是蒙福的 为要成为他人的祝福 愿荣耀归于上帝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与平安 与你同在 请不吝点赞助 欢迎订阅